你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感谢收看最新一期的最速开封 OK那么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嘿 嘿 对了 就是在 就是几月份 我日子都过婚了 2月11日的早上发售的一款 圣斗室的DDP系列的最新产品是射手座 之前前两个星期最速开封都停了两个星期 倒并不是说萌兔我偷懒 而是实在是一是因为实在没有什么新品可以来介绍 二是因为我上一周在录制最速开封的时候 因为对设备的操作失误 而导致没有成功的录进去 所以说非常的无奈 连着两周都停跟了最速开封 那么这一周开始恢复 来介绍的就是本周周六推出的一款最新的产品 来自于DDP的射手座 好吧 我们还是废话少说 从包装开始简单的看起 其实包装的话 我感觉已经没有什么太多可以看的地方了 首先DDP系列的所有的黄金圣衣的包装风格的话 应该说已经是定型了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峰会风格 加上一些个展示图片 加上一个这些个经典场面什么的 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已经我觉得 背后的话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区别了 因为之前的几个黄金圣衣的都是的话 他会带着一个青铜来进行有一个互动 而这一个射手的话 和之前那个狮子座好像是差不多 是没有一个互动的 他只是单独发售的一个 并没有和一个某个五小强进行一起发售 OK 废话少说我们直接来开盒吧 关系收出来之后先把空盒子放到一边 然后这一次的话还是和之前一样 有送一张广告单购物清单 好吧 我们也就之前看过了 我们这次就不浪费时间了 这边的话剩下的就是一张说明书 这次说明书的话 开面也是和之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黄金圣斗士的话 一般性都是这样的一个A4纸的开面 好吧 我们具体的话过会再来说吧 然后来看这次的产品 把这个包装先打开 盒盖掀开之后 这次的产品就可以 本体就可以看到在这个角落上了 我们先把这个本体拿出来 哇塞 这次的大爱的面向 第一感觉就是很残念 做的依旧是非常的不进入人意 至少我是非常的不喜欢 有一种邪神在世的感觉 又一次让我涌上了我的心头 实在是最近这两个DDP发挥又有一点失常了 不知道为什么 上一次巨蟹座做的还不错 但是这次射手座的话 这个脸就已经是不行了 然后身上盔甲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 还是比较亮的 之前在看官图的时候 发现他身上的盔甲非常的粗糙 有那种非常浓郁的塑料感 虽然说他确实就是用塑料制作的 但是看上去的话 就是那个电镀会很茅草 很粗糙 然后这实际拿到食物之后 觉得这个电镀效果其实还是挺好的 有一点以甲乱针的感觉在里面 并没有那么太浓重的塑料质感 包括这次翅膀的话 也是采用了一个这样的弯的翅膀 是和EX系列的射手的翅膀是一样的 尖端是会有一个弧度的这样的一个弯的 这种弯的话会让翅膀看上去更越动一点 有一些动感在里面 所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 翅膀这边的话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可动 然后却并没有什么软用 它是一个双段关节 换句话说是有三片的翅膀加在一块的 这一片也可以动 然后外面最大的一片也可以动 所以说全张开的话 应该可以开到蛮大的 可以开到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包括这边的话 还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折动的关节 可以这样子往后折 剩下其他地方的话 也是和之前的话并没有什么太多改变的地方 估计可动的话 也是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 比方说肘部的话只有90度 也是万年没变 然后抬手的话也并没有抬得很高 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并没有什么和之前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估计素体的话也就是这么一回事 OK 这个先放在一边 然后再来看看其他的配件 然后这次让我比较怎么说 比较期待的话 是它附带了两个雅典娜的婴儿 婴儿形态的雅典娜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门的 一个是可以抱在手上 一个是可以在地上爬的 这两个小雅典娜 这两个小雅典娜 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可爱的 因为至今为止所有圣斗士系列的产品当中 这是第一次附带了婴儿时期的雅典娜 之前都是没有过的 包括这还有一个 抱在手上的这个的话是比较尴尬 因为它是可以放在地上 所以说有一面是平的 这样子抱在手上的话 估计会有点违和 然后是在微笑 我这两个小雅典娜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好 然后再接着往下看 然后这边的话 还附带着的是它的两张替换脸 这两张脸的话 会比它自己带着的这一张脸要强一点了 这张脸又油又黄 像个什么 像个非洲像个印度人一样的那种脸 这两个脸还不错 一个大喊脸 一个射箭脸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配戴的是一个不带头盔的替换前发 OK 那下面的话是一个 我对这个产品也是一个比较期待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还附带了一个星矢的头雕 因为射手座的圣衣星矢有穿过 所以说带了一个星矢的头雕 为什么我会期待这个星矢的头雕 是因为DDP系列的这个星矢的第一座 那个脸型做的非常的残念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如果不记得的话 可以去翻一翻我之前介绍的那个 第一期DDP视频 就是介绍的就是那个星矢 我那也把这次那把星矢就放在手边 拿过来给大家看一看 那个非常非常尴尬的那个脸 然后这次可以看到 这次在射手座 这次附带了这个星矢的脸 已经要比之前的那一个星矢的脸要帅气好多了 已经帅气好了 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对比的话 应该就可以非常明显的发现 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提升了 包括这里的面雕的话 这个面雕我拿错了 这个应该是DAD的面雕 星矢的面雕呢 不对 这个就是星矢的面雕 好吧 包括还有一个替换的一个面雕 虽然说也并不能算太好 但是已经要比 最早的那个星矢自己的脸 已经要好了很多了 OK 那么下面就是关键的时刻了 就是这个脸能不能替换到之前的那一个星矢的身上去用 如果可以的话 那么这最早的那一款星矢应该可以说是有一个怎么说挽救了吧 类似于之前的那种替换凶相那种样子的感觉 我们来把他的头拔下来试试看 哎呦好紧啊 好 但是可以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两个肩甲都奔下来了 我们先把肩甲先装上去 肩甲装不上去呢 好 我们把两个肩甲都装上去之后 这个星矢经过一个换头之后 瞬间就感觉有那么一点复活了 没有之前的那么窘了 之前那个脸 你仔细可以看一看 都会发现这两个眼睛硬的都是歪的 是有一个 一个上一个下两个眼都是歪的 哇天真的是太糟糕了 然后这次换上这个 射手座附带的这个脸型之后 瞬间就变成英俊美少男了 有没有啊 OK 非常好 这是可以替换的 OK 我们先把这个星矢也先放到一边去 然后 再剩下来就是一个射手座比较好玩的 一个比较特殊的宫门了 因为射手座的宫门 它上面会有一个小的人马坐在这个上面 那坐的还是比较精致的 至少可以看 至少可以看得出 它是一个人马举着一把宫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 软胶的材质 我差点就把它拔断了 这个东西是不能拔下来的 我差点一使劲就给它拔断了 好吧 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那么下一个来看 就是这次射手座带着的另外一个特效件 哎呀 取出来 OK 那么下面来看 就是这次射手座带着的另外一个特效件 就是一个他们射手宫墙上的一个碑纹 就是动画当中 他把墙射裂了之后 叭叭叭叭叠下来 然后商量写了一串话 巴拉巴拉什么 保护女神巴拉巴拉一大堆 反正大概就是那么个意思吧 这次的公门 这次的公门上面是 这个字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颜色的 换句话说 其实根本就看不太出 你折着光线才能看得出 它上面写的是什么字 大概是罗马字吧 我也不认识 但是如果相信这上面进行一些 圣线的话 效果会非常好 那个官图上的话 就是有圣线的 所以说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过会的话 之后我也打算 把它来进行一个圣线 看到能不能对这个效果 进行一个不错的提升 应该会挺不错的 然后背后的话 就是一个没有被射穿的墙的样子 难道说它是可以进行一个替换的吗 就是怕这是射穿前的 然后怕这是射穿后的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 这个特条件还是比较有新意的 也算是和射手座 比较怎么说有关联的一个特条件 OK 然后剩下的话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地台了 这个地台的话是和之前 介绍过的那一个狮子座 对狮子座也有个这样子的一个大的地台 我觉得这个大的地台还是比较实用的 会比另外附带的这种小的地台要实用很多 因为这种小的地台的话 其实说实话它拼接的时候非常的难拼接 然后这个大的话会比较的好 当中有位点也是比较多 固定起来的话也比较好 然后放在一起的话 然后和小的地台放在一起的话 进行一个拼接的话也是比较的自然 并不会太过的死板 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个台阶 台阶的话也是和之前的一样 我们这里就不多做赘述了 然后剩下的话就是射手座的他的武器了 他的武器就是一把弓和一只剑 这个弓还是可以的 这个弓还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剑我就有一点 有点没搞明白 什么呢 就是箭头和箭身是电镀的 然后箭头和箭尾是电镀的 但是箭身的话是没有电镀的 是一只这是木箭 大概这是木箭的关系 所以说这是没有电镀的 然后剩下的就是它的替换掌型 这次替换掌型的话其实并不是太多 就只有两对一对的话 是张开的一个手掌的掌型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一个射箭的 射箭时候的一个一对掌型 应该说一个是握弓的 一个是拉箭的这样子一个掌型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射手座所有的配件 然后一些罗马柱的话 什么的话也就不用介绍了 已经是看了很多次了 这次罗马柱的话也是配了5块 这罗马柱我都已经家里泛滥了 将来可能拼大场景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 以后再说 这次的话我们就不看了 OK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是这一次射手座全部的配件了 逛逛不上的发生 然后 live 刚好 逛人的逛逛楼 逛人的逛逛的人 逛逛旺征逛的天谁 逛逛逛逛公园的天积 好,以上就是本期最速开封的全部内容了 今天介绍的这一款DDP射手的话,简单总结来说 有两个比较严重的缺陷 首先是大爱的脸型面雕做得非常糟糕,一点都不像 和之前的第一款的星矢有的一瓶非常的丑 第二点就是作为一个射手座 它的手部的肘关节的可动只有90度 所以说它拉弓的这个动作其实并不是非常漂亮的 因为它手拉不开 你说一个拉不开弓的射手座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呢 OK那么再来说说它的优点 这次这款产品的话有两个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首先它这次附带的婴儿时期的雅典娜 和这一个墙壁上的碑纹 是所有的圣斗士产品当中的一个首创 就是说第一次附带这样子的两个配件 是之前都没有过的 所以说这一款射手的话 可以做出一些之前都做不出来的玩法 第二点是这一次射手座附带的 那一个星矢的替换头雕 是可以用作之前的第一款星矢的DDP上来使用的 可以使第一款非常残念的那个脸得到一个稍微的一点补救 可以稍微的帅气一点 这点的话也可以说是这一个产品的一个隐藏的一个优点吧 OK那么就这样 喜欢节目的小伙伴千万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或者关注按钮 我是戴萌兔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捧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